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体谈 本场比赛是由孙颖沙对于张美美和 比赛的暂停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我们看到张美美和表情非常的沮丧 都快要被孙颖沙给打哭了 那么这场比赛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直接来到比赛的第一局 这场比赛之前 张美美和还是非常的嚣张 扬言是要复仇孙颖沙 比赛如对方所要嘛 我们示意的 孙颖沙开局非常不错 张美美和吃了个发球 在此前的双方一次交入上 孙颖沙是11比0 给张美美和剃了个光头 所以说这场比赛 张美美和也是抱着复仇的心态 不管怎么样 孙颖沙还是要打好开局 不能掉以轻心 开局非常不错 2比0领先 张美美和连起两个发球 看一下张美美和的发球 摄影上还是要做好夹发球 谈成短球 漂亮 开局之后 0比3落后 张美美和也是一连的苦笑 张美美和是张美自和的妹妹 父亲是张雨 祖籍是中国的 今年张美美和这16岁 世界排名第15 看见这座摄影差是4比0领先 比赛真的是狠狠打脸对方 不过莎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看一下我们莎莎的发球 刚好发球 侧人强攻 反手相吃 突然转换正手进攻 结果失陷了失误 比分来到4比1 莎莎还是需要在进攻单 打得更坚硬一点 不能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再看一下莎莎发球 高棒发球 突然发了一个长球 漂亮 比分来到了5比1 莎莎进入比赛的状态 还是非常快 进攻 好大 来到1比6 我们再看一下张美美和的第二个发球 还是一个谈情短球 侧人强攻 再来一把 哎呀 这个球对上场来说太可惜了 不过张美美和对球的角度的变化 也是有一定的调整啊 连续的这个大角度 比分来到了6比2 高跑发球 弹金短球 反手相吃 转正手 顶住 漂亮 比分来到7比2 顶住 只要顶住赵美美和的前三板啊 比赛就会打得很轻松 打到相吃球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顺利杀得分 顶住 比分来到了8比2 开局打得真的是气势如空啊 沙沙 正手的抛冲 张美美和真的是毫无还手之力啊 关键时刻的先发球 突然发了个长球 对方直接发抢 结果再次失误 对方来到了9比2 这样的开局还是有点让人意想不到 毕竟此前的双方两人一次交手 张美美和是拖到了决胜局啊 才输给了孙英杀 又是想吃球 漂亮 沙沙 哇 这个球是神线球啊 直接退了一个大鞋线 张美美和根本没反应过来 这样地狙的比赛点 局点 孙英杀很轻松地拿到 10比2 最常关键的一分 测身强锅 好的 11比2 太轻松了 直接吊打张美美和 最关键的一分 孙英杀直接一个发球形成了得分 直接发抢 非常的霸气 好